在讨伐董卓的关东诸侯当中 袁绍被推举为盟主 讨董军事行动虽然虎头蛇尾 但这却让袁绍赚足了名声 再加上袁绍显赫的家族背景 因而这天下名士一时间蜂拥而至 等到韩副将冀州让给袁绍 袁绍就更是兵多将广 谋士成群 可以说在三国初期的诸侯当中 真正称得上是人才济济的当属袁绍 而袁绍和曹操的谋士 他们的才能并没有多大的差距 但有一个现象却不能忽略 看起来曹操的谋士总是意见相同 而袁绍的谋士却总是意见相左 本来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一件坏事 决策者可以通过比较 更能看清厉害关系 从而能够更加明确的趋利避害 但问题是袁绍的谋士 还要把这种分歧变成争斗 从而使集团利益受损直至失败 那么袁绍的谋士 为什么总是善于窝里斗呢 先看看谋士们是怎样窝里斗的 兴平二年公元195 汉县帝流亡河东 举授建议袁绍 应该盈利汉县帝 将都城安在叶城 然后就是携天子以令诸侯 朱氏蚂蚁讨不停 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征服 可是另一个谋士 郭土却说 汉朝已经衰落很久了 想把他兴旺起来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如果把皇帝迎来 有时就得上奏 服从皇帝自己的权利就小了 不服从就是违抗皇帝 这不是一个好计策 就这样 袁绍把这件事搁在一边 等到曹操迎接了汉县帝 用皇帝的名义来命令他 这才后悔起来 三国志另有一种说法 使郭土劝说袁绍迎接汉县帝 建都叶城 袁绍不采纳 迎接汉县帝 是当时最大的事情 举授又是当时袁绍 手下职位最高的谋士 这样大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举授的意见 当然了 即便举授和郭土意见不一样 也不是问题 可到了关渡之战时 两人的意见和分歧 就变成了争斗 袁绍准备南下进攻许都 举授和田锋等人建议 我们连年征战 百姓已经很疲惫 这是我们的忧患 不如先向皇帝报捷 使百姓休养生息 如果曹操不让我们觐见天子 就说他祖阁王禄 这样我们就有了出兵的理由 然后我们就分兵袭扰他的边境 让他们不得安宁 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曹操拖垮 大事就可以成功 郭土、沈沛等人说 以民工的沈武和河北的兵强马装 打败曹操 那是像凡手掌一样容易 现在不夺取许都 恐怕以后就更不可能了 这不过是战略方针问题的讨论 也就是采取持久战 来消耗对方的军事能力 还是采取速决战来 一举消灭敌人 袁绍倾向于后者 并予以采纳 于是大军进攻至关渡 但是郭土却不罢休 还要在袁绍面前 进一步诋毁举兽 说举兽监管内外 威权震动三军 如果让他进一步强盛 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制约他呢 就这样 在大战之前 袁绍要将举兽的典军职权 分为三都督 分别由举兽、郭土、淳于穷 各领一军 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实行 但内斗的祸患已经埋下 关渡之战 许优随袁绍在关渡前线 正在相吃阶段 许优家里有人犯法 留守夜城的沈佩 就将他们抓了起来 许优知道后大怒 就投降了曹操 见到曹操 许优将乌朝粮仓 防守空虚的情况和盘拖出 并建议立即突袭乌朝 如果乌朝粮食被烧 袁绍军心不稳 必然失败 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 亲率清骑兵突袭乌朝 烧毁粮仓 袁绍果然溃败 严格执法本没有错 但平时和战时 应该是有区别的 尤其是对于前线的大臣家人 只要不是通敌 这执法还是应该考虑时机的 即便需要立即执法 也应该和最高长官袁绍 沟通一致 以便袁绍是否要对许优 采取限制措施 但沈佩直接就这样做了 所以说 无论这执法有多么的正确 总掩盖不了 窝里兜的本质 乌朝粮仓被烧 将军张和建议救援乌朝 而郭图建议进攻 曹操大营 结果张和九公 曹营不下 郭图为了掩盖 自己建议的失策 反而诬告说 张和作战不尽力 张和害怕被杀 带着军队投降了曹操 这就导致了袁绍军溃败 关渡之战前 田锋和举兽一样 也是建议袁绍 用持久战消耗曹操 最后达到 妙算制胜的战略目的 所不同的是 田锋的建议计划更详细周密 因而剑组袁绍出征的态度 也更坚决 袁绍不听 田锋当众劝剑 袁绍就将他抓起来 关进大牢 失败后 将士们都说 假如田锋在 也不至于溃败成这样 袁绍自己也说 田锋出征前剑职我 我非常惭愧再见到他 冯继说 田锋听说将军您退兵 拍着巴掌大笑 非常高兴他前面的话 说中了 袁绍于是杀了田锋 这种窝里兜的状况 并没有因为袁绍的死而改变 相反 他死后 这些大臣们内斗更加激烈 沈佩冯继拉帮想拥立袁绍 新平与郭图结伙 打算拥立袁绍 有些人以为袁绍为常 应该成为袁绍的继承人 而沈佩冯继等人 害怕袁绍继位 对自己无力 就说袁绍的意思 是立袁绍 等到袁绍从青州回来 看到弟弟袁绍 已经带袁绍而立 就自称是车骑将军 就这样 兄弟两人分裂 虽然在曹操进攻纪州时 暂时有所联合 但仍然是相互提防着对方 等到曹操南征留表 兄弟俩终于大打出手 最终导致内耗失败被杀 袁绍的属下 为什么善于窝里斗呢 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在于举兽 田锋和沈佩等人 是不是忠立 郭图 冯继和许优等人 是不是奸诈 而是在于 袁绍自己的昏暗不明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集团内部 都会有不同意见 尤其是在局面 复杂浑浊的情况下 从某种方面来说 有不同意见 是一件好事 这可以从不同的侧面 去看待事物 弄清事情的真实面目 从而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 假如一个集团的人 对于每一件事情 都是一个声音 一个看法 这只能造成 一个集团的盲目行动 说明整个集团 都已经头脑发昏 反而会对整体利益不利 对于这些不同意见 关键在于 君主的把握 理解和如何取舍 可以说 袁绍智谋不足 为主不明 心胸狭窄和缺乏决断 造成了属下的窝里 比如说在迎接 汉县帝问题上 邪天子 以令诸侯和动辄 表奏之间 孰清孰众 难道他人就不会 面临着这个问题 关键在于 袁绍的智谋不够 看不到这时候 汉县帝的巨大利用价值 而只是把皇帝 看成是一个累赘和包袱 等到曹操拿到了这个皇帝 这才知道 原来请示不请示 并不重要 重要的在于 可以皇帝的名义 八号施令 其实曹操在是否迎接 汉县帝的问题上 面临的问题和袁绍 是完全一样的 但曹操的智慧 能够认识到 皇帝的利用价值 知道怎样 免受皇帝的束缚 所以一旦决策 立即行动 亲自将汉县帝迎接而来 还有作为一个君主要知道陈下是为事还是对人为事 可以让属下尽情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抒发自己的见解 而对人则要慎重对待 尤其是对于那些总是把事情引向个人 攻击方面的人必须有所警惕 封建时代 世家天下 主公是最大的财产 拥有着一个人为主公出力 也是为了得到主公以下的最大利益 高明的主公会让属下尽言尽致 通过论功行赏来让他们获取利益 而绝不容许他们损毁他人来私自得利 而袁绍恰恰更多的把精力用在了听取部下对人的相互攻劫上 这是一个不明君主的显著特征 比如说填锋一事 怎么就不能听听填锋是怎么说 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个胸怀问题 可是难道面子比整个事业还重要 曹操曾经想牵移淮南人口 讲记反对 曹操坚持要牵 结果造成了十万民众跑到江南去了 曹操对讲记不但不是羞于践踏 还给他升了官 假如前锋地下有之 听说讲记这般待遇 是不是会后悔 当初就不该答应袁绍出来当官 即便是当官 是不是也应该像巡域和郭家那样 跑到曹操内去 在关渡之战的相持阶段 曹操和袁绍内部都有不同意见 曹操军队运粮困难 是继续坚持还是退守许多 意见并不相同 曹操征求巡域的意见 巡域说困难是双方的 应该坚持 这也正是弄险的时候 曹操马上决断 坚持下来 许优来头 很多人认为是诈祥 曹操不但相信这是真的 还按照许优的建议 亲帅骑兵突袭乌朝 这就是善于决断 他的后果是不留下部下继续争斗的空间 袁绍在关渡 有人要速决 偷袭许都 有人要深钩壁垒 打持久战 以时间换取胜利 袁绍是一概不接受 形成了进攻 不坚决 退守不甘心 驻扎又不严密防守的状况 这种战守态势 反映的是军事上的犹豫不决 正是主帅袁绍智慧不足 不能决断的真实反应 他的后果就是给部下留下了继续争斗的空间 曹操对手下两个人评价很高 巡御和国家 而这两人曾经都在袁绍手下待过 后来两人都离开了袁绍 这说明袁绍自身是存在问题的 所以说袁绍的部下善于窝里头 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袁绍本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